北市卫生局宣布保林案死者再增一名 证明46岁女性3月21使用滑蛋盒粉 3月23就医 后续也患肝 病情一度好转 6月5号转普通病房 没想到5天后病况急转直下 肺部恶化 6月11下午死亡 保林案除了新增的这例46岁女性 还有3月24第一例死亡的39岁男性 3月27第二例66岁男性 以及第三例40岁马来西亚工程师 以及一名40岁女子6月5号第5例50岁女子过世 一共累计6例重症患者 只有一对49岁女子4月15顺利出院 卫生局认为死者最大的死因 就是因为邦克烈酸 目前6位死者2名解剖确认死因 与邦克烈酸有关 3位结果未出炉 新增的6例死亡 预计12号相验 但保林案雷声大 余点小 调查进度到底到哪 目前保林案包含餐厅负责人 李仿轩 胡姓代班厨师 王姓店长周姓厨师 和周姓厨厨 共5人限制出信 目前责任认定还在调查 但重症患者增加到6人死亡 5位被告也可能加重刑责 TV新闻林明慧小周园 台北才放不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